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节目 上一次我们讲到了中国打压民营的教育培训产业 禁止教育培训产业资本化 市场化的运作 进行了严格的限制 这个限制是空前的 力度非常大 我之前就预测导致很多很多人会失业 大量的企业会倒闭 那么果然我们看到了在网上就有人传出这样的照片 就是一家培训机构 有几百人的HR的团队 他们先给员工进行离职手续 然后再给自己办离职手续 这只是其中一家公司 那么这么多的公司 成千上万的公司都会倒闭 都会大量人口失业的话 他们会去干什么呢 他们是不是送外卖去 还是干嘛 我都不知道了 也有可能有些教师私下里接一些小活 私活 那些节目我讲完之后 后来我又想做一些补充 然后又写了一篇文章 发在YouTube上面 也发在我的官方网站上面 我即使做了一些补充 我认为还是比较全面的 但是仍然有很多人 都支持政府的这种做法 这就很典型的 这些人他们只看到 眼前的一个非常局限性的 一个表面现象 他们为了自己的那点 仇富的心态也好 他们觉得 把所有的这些东西都禁掉 限制了 我上不起这些补习班 你们也别想上 我觉得压力大 不想让孩子有这样大的压力 你们也不许上了 你们也不许给孩子 有这样大的压力 他们这种思想很典型的 完全没有经济学的概念 他们根本不明白 政府一刀切这种做法 是原木求鱼的 并不会实现 他们想象当中的 所谓公平 更不会解决 这些学生的压力问题 很简单一个道理 就是你愿不愿 让自己的孩子 不上大学 想让个技校 然后出来之后 当个蓝领 去富士康还算好的 还有很多的血汗工厂 你愿不愿意 大多数的学生家长 肯定都说不愿意 对吧 那既然你不愿意 说明你还是想让自己的孩子 去当做题家 去考试 然后去读大学 对吧 出来之后 也可能留学 也可能去一些什么 外企 私企 对吧 或者国企 当一个至少是技术人员 或者是管理人员 对吧 肯定是希望望子成龙的 那么既然大家有这样的心态 都希望自己的孩子 能去考大学 学习成绩能够更好 超过别的孩子 那么当然这个市场就会存在 这个校外补习的市场 就一定会存在 表面上 它可能限制一些企业的数量 限制对这个产业进行投资 然后减少就业人数 但是经济学告诉我们 只要有需求 就一定会有供给 它这种强制力的手段 又不像是朝鲜那样的 而且中国的做法 我们也都特别了解 对吧 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那么一定还会有 这样的补习存在 那么最后导致结果就是 即使是普通的工薪阶层 没法让孩子去读书了 只有那些少数的精英家庭 他们可以继续的 去搞自己的精英教育 那么这个社会的撕裂程度 就会更加的严重 最近我们看到 各个地方都现在纷纷的表态 比如说湖北的很多城市 都要求扫黄打非半 来加入到整治 校外培训机构的行动当中 就把这个校外活动 当做黄赌赌这样来治理 还有广东省的教育厅长说 将双减工作纳入政府 履行教育职责的考核 将校外培训机构治理 纳入平安广东建设社会 矛盾治理考核 扫黑除恶专项 文明城市创建等 考核评比项目 多管齐下推进 把这些客外班老师 当做扫黑除恶的对象来对待 我觉得真的是特别可笑 看到 所以有人挑看说 从扫黄打非到校外的补习 抓爸爸那拨人 现在要去抓妈妈了 这个治理校外培训的效果 将会如何 这些地方政府信誓旦旦 但是我们看一下 过去这么多年 扫黄打非的效果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扫黄打非 除了那些涉及政治的 敏感的那些反动的出版物 他们查的比较严以外 黄赌徒请问 不是遍布全国吗 到处都是吗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就是我一个朋友 在疫情之前回武汉 他好多年没回来了 然后朋友带他去 当地的宏农区 然后他就看一个接一个 一个接一个 就是这些色情场所 整个这街道两旁 全部都是 然后到了路的尽头 有一个建筑 上面写着公安局 我们想象就知道 这就是扫黄打非的结果 就是全国各地 到处都是色情场所 然后由当地的派出所 当地的公安局充当保护伞 因为现在还没有到朝鲜那一步 现在是仍然有一部分 市场经济的元素 所以他查不过来 这些黄被扫掉之后 他们扫谁去呢 谁还给他们经费呢 另外这些场所 甚至是这些派出所民警的 医师父母 给他们的每个月上交的钱 要远远超过他们的工资 所以我们可以在新闻上看 哪扫黄了 哪打非了 然后效果如何都不好 可以看得到 但是实际 如果你真的了解中国 如果真的在中国待了 时间长一点 就知道所谓的扫黄打非 这更多的是一种严打 运动过去之后 这些场所还会像雨后春笋般出现 或者是全面转入地下 当这些校外培训机构 就像那些色情场所一样 全面转入地下之后 它不仅成本会上升 更难以监管 同时仍然是斩不进 除不绝的 甚至从阵地站 转变为处处开花的游击站 那什么叫做游击站呢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最近南京不是有疫情吗 有一个被感染的人 被追溯之前的一些行动 被发现他在7月25号去一个什么地方 公寓里嫖娼 7月26号去个什么地方嫖娼 7月27号嫖娼 7月28号嫖娼 7月29号又骑摩托车 去了核酸检测点 去拍尼姑做核酸检测 然后当天晚上又去某个地方嫖娼 等于过去5天 他去了5个不同的地方进行嫖娼 你把嫖娼这两个字改成补习 你就看明白了 比如说现在就已经出来了 各种各样的夏令营 说是旅游 说是体育活动 但实际上是偷偷的补习 比如说微信上就这样对话 说有夏令营是合规的体育类项目 然后家长外说一点奥数都没有吗 然后他说没有 上面不允许 我们不能安排 不过我们的体育老师 都是数学系高材生毕业 然后他说我报名了 看到没有 就是用各种各样的方式 他还是能够办这样的补习班 但是他的成本一定会比过去要高得多 最后就变成了谁有钱 谁都能让孩子去补习 然后一些工薪家庭 他看到别的孩子有钱人的孩子 都去沙尔夏领营 或者都去补习 成绩可能就会超过自己的孩子 当然这里边可能有天才 有些穷人家的孩子的尖字声 这个是特例 肯定有 但是我说的是普遍现象 别的孩子都去补习了 你孩子是不是要补习 但是你又没那么多钱 怎么样砸锅卖铁了 对吧 你的生活压力会更大 会给这些普通的孩子 造成更大的压力 包括家庭 那么家庭的经济压力更大了 这个家庭能和谐得了吗 甚至可能衍生出更多的问题 甚至网上还有一个广告 是做游轮出行 这是一个旅游项目 但是到了公海上 大家开始怎么样 让这些孩子准备笔记本 然后要教课了 当然这条广告现在被辟谣了 新东方说我们没有这个项目 也许新东方没有 但是别的公司有没有 即使不是出海到公海上 他有没有可能到其他的地方 去旅游的名义 比如说网上有对话 说这个老师是个笨人 我们这里的老师 都是让人在很远的地方接 而且还不是同时接几个学生 是一个一个的接 究竟在什么地方补课 家长都不知道 老师还是省重点学校的 另外一个人说 现在都转移到宾馆了 包住包吃 封闭式管理 闭环 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看到没有 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去考大学 去考一个好成绩 因为他是应试教育 要学做题的 怎么答题的 那么这样的话 他就培训其实是很对口的 因为我从小是学日语的 所以后来学英语 我上过一段新东方 我太明白了 就是一个星期 学完整个中学六年的 所有的英语语法 就是我是这么学的 中学六年 基本上没怎么碰过英文 所以说我是从ABC 从Hello开始学的 一年时间考托福 就是这种速成 它就是为了应试 那么高考也同样的 实际上我们今天回过头去看 中学学这些东西 包括中学的考试 各个科目也都是应试 都是被提 然后做题 如果培训不管用的话 怎么可能对过去这些年 那么蓬勃的发展呢 甚至是在香港 在台湾 在日本 对吧 甚至在加拿大 在美国 也这么的流行 欧美的科目可能是说 为了爬长青藤 为了上哈佛耶鲁的 那么在日韩 什么香港 台湾这些地方 那么更多的可能就是要考出一个好的中学成绩来 包括韩国 包括中国的高考 那么当然这种应试教育有它一定的优势的 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优势 在中国高考是相对来说比较公平的一个选拔的机制了 即使它里边有一些猫腻 有一些后门 但是基本上一些穷人通过高考还是能够翻身的 当然了未来可能有变化 但是至少目前到今天这个情况 仍然是高考是很多人唯一的一个途径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有些学校的老师他不好好教 然后他让这些学生都去读他的补习班 在补习班里他把一些题讲出来了 但是在课堂上他不讲 藏着掖着 这种情况我认为在中国是存在的 但是不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或者说大多数老师都这样做 并不是 它是一个少数的个别的现象 这种个别现象 当然在中国 因为很多学生很多学校 他还是挺多的 其实针对这样的一个做法 有很多办法可以解决 学校家长都可以反馈 这个老师要受到惩罚 甚至他要丢到工作 你这是违规了 你讲课只讲一半 或讲一部分 当然是不可以的 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很容易解决的 如果真的政府想要解决的话 而不是去把校外的补习班都给关了 这个完全是两回事 政府关校外的补习班 而并不是说针对一些极少数的教师 在课堂上不好好教的这种行为 这完全是两回事 政府想做什么 我之前其实专门那期节目里讲得很清楚了 是因为中国的人口问题 让大家就去不要那么多的压力 那么你可能就生孩子了 生更多的孩子了 当然我们刚才讲过 根据经济学原理 根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家长还是会很大的压力 那么另外一个重要的途径 就是让大多数的学生 并不是去积极的考试 然后上大学 让他们干嘛 去读技术学校 去读专科学校 最后出来当一个技术工人 因为中国急缺这样的劳动力 拿着几千块钱一月的工资 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 然后还在拥抱共产党 还在厉害了我的国 这不挺好的吗 对于政府来讲 对于政权来说 这是最好的一个维稳的方式了 而且才能解决中国的 目前面临的劳动力短缺的 这种经济的困境 所以这才是最根本的原因 并不是什么关心 年轻下一代的 他们的压力要减负 或者是说 觉得有些老师不好好教 老师好不好好教 这是老师的问题 这跟课外培训 没有直接关系 该好好教 他们还是会好好教的 他们不想好好教 即使没有培训班了 他们也不一定就好好教 所以很多人看问题 看的非常的肤浅 不能够更宏观的看待这个问题 总之我觉得 今天我们看待中国问题的时候 一个是需要有知识储备 要了解中国的过去的历史 中国政府的结构 包括它的制度 另外应该有最基本的 经济学的诚实 只有这样的话 才能更合理的去分析整个事件 并且能够给出一个 更接近事实的一个判断 最后我得多说一句 课外学习并不是不可以 但是习必须是习近平的习 我之前讲过了 大家都在拿APP 学习强国在做题 然后现在还有什么 学习强国的主题街区 甚至还有上百个学习小站 我相信这个学习小站 不仅是在某一个城市 会扩展到整个中国 到处都是学习小站 课外补习班 习是学习课内的读物的 这些教科书的都不允许了 但是你可以另外一种学习 就是学习近平的思想 他不仅不打压或者限制 他反而要扩张 让大家都去学习 让大家都去学习近平的思想 现在不是说不允许 有什么补习班的吗 你可以开政治补习班 因为我们知道高考 还要考政治 那么我们学政治 然后里边讲到习近平思想 你不能说查抄我 我学习近平思想 你敢查抄我 你是不是反习 对不对 补习班都可以改成 专门学政治 那些数理化都不学了 就学政治就可以了 看到没有 这就是一个奇葩国家 奇葩社会的一个现象 你不能够学习 但是要学习 这期的节目 就跟大家先聊到这 感谢大家收看 欢迎点击订阅这个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